大家好,欢迎来到罗杰斯材料运实验室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泡棉的表面一致性 发泡工艺是泡棉成型的关键所在 对表面形态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随着技术的发展 自动化生产和精细加工越来越普及 在磨切和加工环节 如果泡棉的表面一致性差 就会带来脱离或反例性的问题 直接影响后续的工艺和生产效率 随着大家对表面一致性的要求越来越高 罗杰斯公司专门推出了92BL材料 这里有两张泡棉的样品 大家可以明显地看到 在我左手边的92BL材料的表面 更加的平整和均匀 接下来我们用玻璃的测试来看看 材料的表面一致性 我们把25毫米宽的泡棉样件 粘贴在钢板上 把钢板固定在夹具中 用标准胶带以300毫米每分钟的固定速度 来进行拉伸 拉伸的过程中 胶带和泡棉表面分离 我们记录产生的玻璃力 从结果的曲线我们可以看到 泡棉92BL材料的玻璃力曲线上下波动很小 非常的平稳 这说明了其表面一致性高 刚才的实验说明了 泡棉92BL材料非常高的表面一致性 这样优异的特点能够给组装和加工环节 带来更好的便利性